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斯岗元 好 在以色列跟叙利亚 跟巴勒斯坦打得很厉害 不过叙利亚 约旦也被炸了 所以看起来以色列多面作战 你们哪个地方可能有真阻挡 哪个地方可能有在后面支援 哈马斯 我都去打你们 所以这个 遇到河西岸 美国现在就担心说 会不会有区域的冲突 区域冲突很麻烦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个火药库 又重要 又铲油 另外 盖达组织 IS也鼓励他们的追随者 攻击以色列 攻击美国 还攻击犹太人 全世界各地 这问题都出来了 尤其周末 你看周末各地 包括美国 纽约 包括美国 华盛顿 包括法国 法国本来不允许 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 也开放 也允许了 7万5千人去 多少人 你看看 这个全世界各地 简直风起云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如果美国成加萨战争的目标 要打一杯要去打伊朗 他们认为伊朗在后面散火了 伊朗跟以色列互呛 以色列的总理纳塔亚胡放话说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战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意思就是你死 因为以色列其实比哈马斯 还强大很多了 就一定要把你全部歼灭为止 以色列国防部长说 这个战争会持续好几个月 之后就没有哈马斯了 就哈马斯消灭了 但是会不会有什么 王马斯 林马斯 其他的 一定会有的 就像黑道一样 你消灭了他了吗 老大死了 这个垮了 另外又出来了 春风吹牛声 还有其他的恐怖组织 会跑出来 因为他那个 尤其是打完以后 起码死伤多好几万 那个先仇旧恨 那个就是不是 不可能去化解的 以色列经济部台警告 说曾祖党如果参加 要全面攻击伊朗 他们以色列现在 全面在那边放话 美国说 向以色列施压 就是你地面先慢一点 然后争取释放人职的谈判时间 因为有200多个人职被抓 所以你不要 立刻就发动你的地面部队 而且这里面可能还有老美 我看还不少老美在里面 以色列说 在人职谈判里面也不会停火 继续打 人职归人职 这个开火 谈判归谈犯 这个开火归开火 而且将来说地面 平民伤亡会非常严重 我们看一下 火光浓烟 蔓延加萨市 一巴冲突超过两周 以军空袭力度不减 当地时间22号 更将炮火对准 约旦河西岸 西岸捷宁难民营内 这座清真寺 22号晚间遭以军空袭 建筑物一脚被炸毁 二楼天花板钢筋外露 地板也被炸出一个大洞 以军声称掌握情资 清真寺可能是哈马斯地下指挥中心 更公布多张内部照片 澄清绝非烂炸 不过周末短短48小时内 以色列就对加萨和约旦河西岸 发动多次空袭 位于加萨北部的 杰巴利亚难民营 清真寺一系成了废墟 经文散落一地 上头还有烧叫狠机 联合国统计这波突袭行动 至少造成13人丧命 其中包括五名年幼孩童 针对加萨攻击力度不减 以色列还持续另辟正常 恶斗突袭约旦河西岸 一巴冲突看不到停火的可能性 好 那么大家现在关心 以色列面的情况 TVBS也派了特派记者刘婷婷 去以色列在那个地方 随时有什么消息 随时会报回来 凤鑫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战场 要分两个战场 一个是舆论的战场 另外一个则是 实际上面我们看到的战场 我觉得先从舆论战场开始说起 其实从1960年代 那么以色列建国之后 他当1948年建国之后 然后阿拉伯事件发起了一个 对于以色列的攻击 从1960年代开始有战争以来 坦白说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在舆论战上面 是占绝对的上风 绝绝对对的上风 因为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 全力支持以色列 在以色列的军力还很弱很弱 阿拉伯事件的军力很强的时候 美国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到底 使得以色列最后能够以小博大 击退了阿拉伯的联军 然后成为今天的以色列 坦白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 确实吸引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 因为他们看到各国的以色列人 然后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母国 然后要为以色列而战 那个时代其实让人印象深刻的 而英国也是挺以色列到底的 因为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其实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其实是英国殖民地 是他划分给以色列的 然后他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样划分 就是英国一手主导的 因为那是他的殖民地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是50年来所警戒的 我觉得在全世界的南方国家 就非欧美的国家当中 几乎是一面倒的挺巴勒斯坦人 就同情巴勒斯坦人 不限于阿拉伯国家 也不限于伊斯兰国家 你看到比如说巴西会在上个周末 然后提出来说 希望能够有一个人道援助 巴西所代表的 他绝对不会是伊斯兰国家 哥伦比亚更是 他直接说他要跟以色列断交 所以这个整个的南方世界 挺巴勒斯坦的声浪 是空前的高 刚刚赵先生有提到说 其实在法国几万人上街头示威 然后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同情 英国都有10万人上街头 在美国校园当中 现在是止不住的 虽然犹太人的财阀 用很高的压力去逼迫哈佛的 耶鲁的这些学生 但他们就是要挺身而出 希望能够把巴勒斯坦人发声 CNN最近做了一份民调 这份民调凸显出了一个世代差距 在那份民调当中 他的题目问得很简单 哈马斯突袭了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所采取的作为 他用很中性 他没有说是报复或者自我防卫 他说所采取的作为 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结果超过65岁以上的人 81%都支持 但是35岁以下的 18岁到34岁 支持的只剩下27% 一边是81一边是27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世代差距有多大 这中间其实按照年龄 越年轻就越支持 越同情巴勒斯坦 越反对以色列现在采取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全力的跟以色列绑在一起 对美国有很大的不利 但是战场的部分 我最后很简单的告诉大家 以色列不要让战场缩小 你把地图摊开来 他不只在加萨走廊 他不只是空袭北加萨 他也空袭南加萨 他还空袭巴勒斯坦 另外一个 其实大家几乎都跟以色列 已经是被欺凌到冠的 约旦河的西岸 然后往北打黎巴嫩 再往北打叙利亚 所以以色列并不打算缩小战场 好吧 以色列要进攻了 我们看一下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周日现身北部 向驻扎了以色列士兵喊话 纳坦雅胡说这番话 不只说给北边宿敌 黎巴嫩珍珠党 还有南边的哈马斯 以色列周日攻击加萨力道 全面升级 至于何时攻进加萨 美国退役美军将领 证为战略要出其不意 没想到以色列最新证实 军队早已进入加萨 而且是执行作战中务 以色列防长说 行动可能会很漫长 原目标是消灭哈马斯 不过周日 埃及军方据说 多名埃及边防军人受伤 以色列也承认一辆坦克意外 其中加萨边境附近的埃及军队据点 黎美玲 我想像刚刚封信所讲的 其实当然我想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们过去从历史之看过来 其实就很多很多的夙愿在 也算是有很多的仇恨在 但是这一次其实照讲 怎么讲都是以色列 其实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他是被攻击的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想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因素 但是简单的我来看这几个点 第一个你看 过去很支持以色列美国 这一次其实也有跟他讲说 要叫他有所节制 世界各国民主国家都纷纷开始 从民间到政府 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当然我们看到这场战役当中 因为以色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也造成 不管是刚刚我们在画面看到的 清真寺也好 就是医院 寺庙 甚至有学校 很多这些孩童 或者是平民无辜伤亡 我想这也是引起 就是全世界民主国家 很大踏伐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说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提到说 他们决定要来消灭哈马斯 而且这场战役自己就讲了 会长达数个月之久 恐怕我认为还会比这个时间更长 可见得未来这个战役之惨烈 我想这个战争 其实没有人愿意看到 再加上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以色列的周边 其实有很多的国家 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黎巴嫩也好 叙利亚 约旦 伊朗等等 一旦这个战事扩大 或者持续时间更久的时候 我想由于他们彼此之间 有这个宗教信仰 文化各方面不同 还有过去历史上很多的渊源 一旦战事扩大 我觉得对中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点 我想其实过去 这两个国家当中 或者是说以色列跟卡玛斯之间 其实有很多历史上的仇恨 可是这一次 因为前面空袭 后面这样大规模的暴富 恐怕这个仇恨值会增加 我们刚刚其实凤信提到一个数字 说年轻人的这个部分 尤其对这场战事是完全没有办法 任何不能接受的 我们去想一想 这个战争过后 这些孩子们或年轻人会长大 将来其实这种恶性循环 暴富式的这种循环式的暴富 会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看到战争非但不是最好的选项 而且是一个最糟糕的方式 来 听伯伟 其实我们看到这场战争 原本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赶快 这个所谓稳定 然后不要再往外扩张 可是确实是现在看到 以色列的态度是完全改变 而且像美国现在跟以色列 几乎是站在同样一个阵线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其实大家所担心的是说 这场战争会不会变成 这个无法抑制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更多周边战争的一个引发 如果周边战争的引发 而且是完全不定时 而且甚至是往外扩张 企图去扩大自己的一个势力的话 到时候可能连美国也克制不了 那时候该怎么办 会变成是另外一个 所谓另类的一个大战 世界大战的话 我相信那个都不是 我们能够去接受的 而且现在几乎就是已经是 所谓民主国家跟卫权国家的 一个对峙的一个状态 这个对峙是不是真的是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 后面力量的一个挹注 这也是我们在观看的 也就是说这是单纯的 两国之间的战争 还是背后还有隐藏 很多国家力量的挹注 所以这都是未来在整个 所谓以色列这一场战争当中 到底会不会有 更多不一样的一个火花出现 值得我们大家再去观看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是 如果没有办法克制的话 恐怕所引发的是一种 所谓政治的氛围跟社会氛围 甚至世界的氛围 那都不是我们能够预见的 这些大国后面可能各有轨迹 各有盘算 就像德国前总理斯洛德 前两天接受访问 他说俄乌战争本来去年 一点点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他了解是美国在后面 叫乌克兰绝对不要停 继续打 继续打 所以现在还继续打 打到现在 然后战争很惨 你看俄乌战争 俄国想要再多拿一些 侵略人的领土好像也做不到 乌克兰想要反攻 好像也反攻没有什么进展 就僵持人的地方 倒霉的就是老百姓 继续再回来 好 那么菲律宾 因为中非 中国跟菲律宾 两个船去插撞 而且两次 不是 插撞一次 所以南海情势急升 那怎么回事 我们看 第一次中国海警船5203号 跟菲律宾承包一个补给船 这比较小了 这撞了 第二次菲律宾就来个大船 海巡船 然后中国海上民兵船 这两个 其实菲律宾比民兵船还大一点 然后从中方这样看 从飞方这样看 所以视角不同 那菲律宾就强烈谴责 说你中方什么意思 过来撞我的船 然后菲律宾还召见中国的大使 说你们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看看什么意思 就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 国民党时代 就画了一个九段线 你看什么九段线 这红的 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六段 七段 八段 九段 说这是我中国的领海 老共最近把它变成十段线 十段 反正都差不多 就这个范围 范围当然很大了 那所以这些什么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这些国家 菲律宾就很不爽 画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好 那这边是海南岛 对不对 中国道路 海南岛 然后这边有个仁爱礁在这里 这是出事在这个地方 那它距菲律宾最近是200公里 距海南岛1000公里 所以离菲律宾是比较近的 所以菲律宾是我的 大陆说我们早就画了 我画 国民党时代就画了 所以大陆外交不要求菲律宾 拖走一个坐摊的军舰 什么叫坐摊的军舰 就这个军舰 你看破烂成这个样子 这个军舰是菲律宾跟美国人 军舰买了一艘军舰 然后用菲律宾最长的山来命名 然后再从1999年5月24年以前 然后菲律宾就把这破箭 就把它拖到仁爱礁那边 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军舰宣布没有厨艺 到现在没有厨艺 因为他没有厨艺 他就是现役的 那表示菲律宾的主权 我的军舰 我没有厨艺 现役 主权延伸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菲律宾 谁想出这招也满聪明的 平安心说 怎么会想到这一招 但是这上面要有驻军 总要派几个兵在那里 就要空投物资 用船补给物资 所以就补给物资给他 老公也就算了 你补给物资人 只要活 你不能不给人家吃 最近菲律宾又想了 这个船大概太舊了 不过就要加固 要把它弄兼固起来 老公说这事可忍 殊不可忍 你搞太过头了吧 我就开始不准他 菲律宾硬要过去 用船撞船 就我不打你 但是我撞你 撞就很头痛了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你不要以为是 老公那个飞机跟老美飞机 在南海上空之中 都很接近等等 拿钱真的撞了也不稀奇 他就给你撞 撞是怎样 当然船还好在海上撞一撞 还不会沉 飞机撞就下来了 都很危险 这都是危险动作 所以他们就说 菲律宾是要制造一个受害者形象 你明明摆一个破船那边 搞这个偷吃步 然后他说我撞你 大陆的学者说 你菲律宾不要误判行事 老美当然站在菲律宾边 所以你大陆这是危险行为 你什么意思 现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 全部挺菲律宾 这就是你老公野蛮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公理 就是朋友 朋友就要相挺了 我们看一下 时间是22号清晨6点04分 非方所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补给船由那扎5月2号 已经相当靠近 嫌号5203的大陆海警船 随后两船发生轻微碰撞 碰撞发生之后 两艘船继续各自往前移动 并没有进一步冲突 而从空拍画面来看 菲律宾军方所委托的补给船 是船尾部分 与大陆海警船的船头发生碰撞 而同样在仁爱礁附近海域 同一天早上8点13分 画面右方的菲律宾编号 4409海警船 船尾部分与一艘大陆渔船的右侧 发生擦撞 大陆说渔船当时是漂泊状态 谴责菲律宾海警都退路 刻意制造事端 而大陆也对外公布 两段共59秒的影片 视角是从大陆海警船所拍摄 可以看到菲律宾运捕船 从船头经过 对于这两起海上冲突 菲律宾指责中方船只 是刻意阻挡行为 予以最强烈谴责 南海问题除了造成中非两国紧张 大陆媒体公布的这段最新影片 指责美国海军神盾驱逐舰 曾在8月19号 危险穿越正在进行海上训练的 中国舰艇编队 这个事情真的是最近 我觉得世界非常的不平静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么中非的这个 仁爱交的争议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大家知道菲律宾 在杜特地之前的总统 比较 就是菲律宾总统是这样 在杜特地之前那个很亲美 他当时还把领土争议提给国际法庭 法庭后来也是在美国人的控制底下 所以判决等于对菲律宾有利 可是中国大陆不承认那个判决 然后后来选择的杜特地 他就比较反美 他就认为美国人不可靠 他就非常的亲中 然后杜特地非常亲中的政权 结束之后 现在又回到一个很亲美的政权 又要跟美国联合起来等等 所以第一个那个部分 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有一个美中博弈的大背景 那么第二个 这一次10月份 这次撞击的事件 其实是这几个月来 一系列的冲突 它并不是10月才开始的 其实它最靠近的一次 8月份也有一次冲突 8月份也有一次冲突 也是双方对峙了5天 之久 然后那个时候 再紧急去谈判 才把它稍微比较平息 可是没有想到10月份 现在又立刻发生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发生 相当的不妙 因为在8月的时候 还并没有发生 这么严重的以哈冲突 现在10月发生的这个时候 以哈冲突不但很严重 而且美国还严重的卷入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 可能会影响这些事情的走势 因为在上个礼拜 美国做了一件事 就是在联合国 安理会巴西提出了一个 希望联合国能够决议促成 人道救援 对 人道救援跟和平的 这样的一个协议 固然有些国家 包含俄罗斯投弃权 美国是投否决权 美国他一投了否决权 等于你和平就无望了 美国在这件事情上 竟然去否决了以后 造成整个世界 特别是阿博世界 或者是觉得被欺压的 第三世界各方面 大家这样极度的不满 所以美国突然变成一个 仲裁型的正当性削弱 削弱的同时 中国大陆又在这个时候 开什么一带一路的 大高峰会议 然后又说多么成功 普丁也特别跑去 中国大陆等等 在这样子的一种政治博弈的布局 而且现在以他的冲突 显见黎巴嫩的真主党 会不会介入让以色列两面作战 以及伊朗会不会被卷入 然后美国人疲于奔命的时候 那么谁可以在这个区域 跟菲律宾还有中国大陆 能够保障 他们这个事情是可以和平落幕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第一个我们台海仍然是世界危险的热点区域 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什么叫擦枪走火 这种就是擦枪走火 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内部的舆论 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民意 哈利亚王明等等 事实上在批评解放军的 共军太软弱了 因为为什么 他那个水炮就是没有直射 菲律宾的船只射周边 就像画面有几年前 我们的渔船跟日本的海防队 在钓鱼台附近对峙 日本海防队水炮 也打喷上我们的渔船附近 同样的他就是没有直接喷 菲律宾渔船 所以中国海军的部分 其实对于行动有点克制 虽然网民也很不满 或是你不直接射菲律宾的补给船 然后直接甚至直接去仁爱礁 把这个快要解体的这个救星券 直接拖走 直接拖走 所以中国大陆里面 事实上他也要面临到 内部的强硬派的压力 内部强硬派的压力 当然我觉得这部分 美国过去这两三年 在菲律宾设置了新的三个基地 而且的位置上都比较靠近南海 所以他这样的部分 其实你在测试 美国现在尾巴这一块 乌克兰这一块 在南海这一块 美国还有没有能力 再开第三个战场 连伊朗都进入的时候 对 没有能力再开第三个 如果美国这部分 都是对菲律宾也是口惠实不至 讲一讲 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谴责等等 结果其实中国官方 其实对这个事情 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不会说因为你的谴责 然后减缓他这个 这边的南海的军事行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在观察 在美国在四方开战的时候 要去支援各式战场的时候 对于亚洲的西太平洋的部分 他会怎么讲 甚至说甚至有一些学者 甚至看上个礼拜 说美国不支持台独这块 是不是也企图在全球这部分 在台海给予降温 来 这个士选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们台湾来讲 要当做一个借禁 其实刚刚赵大哥有提到 飞机的部分 其实前阵子如果大家记得 网络上有一个视频 是美国的军机在飞 中共的战斗机从它前面 直接横向移动 飞过美国军机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动作 包含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船只的相撞也是一样 其实最担心的 理论上台海 我们认为应该是不会有战争 但是插枪走火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这个中共的战斗机 跟我们台湾战斗机 天天飞在一起 真的一个不小心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不管美国也好 或者是菲律宾也好 甚至我们台湾 其实都应该把这个当做借禁 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台海发生 好 那么这个学者的分析 说这是要试探美国决心 看你美国会怎样 我在想 你看中国跟印度 两个大国都是有核子弹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 那个边境问题 是用石头在砸有没有 我问江南搞不好 都不用飞弹打 就用自己撞一撞看这样 你不要笑 我现在举个例子 假如老共飞机进来的 到我们上空 进了我们的领空 你打他吗 打他你搞不好就有战争 我们飞机上怎么办 撞 我撞到你 我没有飞弹打你 撞到你两个都下来了 都跌下来了 然后不会引起战争 为什么 说我撞你 说你打个飞弹看看 一定就两岸就战争 所以将来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们都要去想 在什么状况之下 用什么样的方式 搞不好用肉身相搏 也是一种方式 休息一下就要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